上菜整到哪 鸡肉 只要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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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 我來講一個我之前都沒講過的 所以我們上禮拜看 我剛看好像都講了 因為豆宜那個後面我看不懂 其實主要是後面我都看不懂 你那時候沒有教嗎 沒有他沒有教 真的太難了我看不懂 對啊除非你看得懂 我有空可以看一下 對啊這後面真的太難了 我是真的看不懂 我這兩天只有在看流體力學 你要看流體力學什麼 流體力學我呼吸一下而已 好 黎瑋芝說他想聽黎瑋芝 黎瑋芝 黎瑋芝現在有空嗎 他不是剛去美國 他不知道有沒有空 他有空他會聯絡我 真的啊 他本來說他有空 可是後來他又說他要暫時 不知道 他現在很 他現在已經超級忙 我在猜啦 他剛去啊有一堆表格要填 對啊他現在一定很忙啊 我在猜 好我來講一個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的 好 他最近今天才說他去跟那個教授面試 哦對啊套空講 哦 所以他那個教授都是做什麼 好像做那個 Prosma 哦 對啊對啊他 他有 他有好幾個哦 他們那邊 他們那邊 軟物質還蠻多的哦 所以他做實驗有了 還是都做 他 他應該主做實驗吧 主要啊 他說他好像 不知道他他很久以前跟我說 他好像那個跟深度學習 有點關係 對對對 他那個教授有做一點點 一點點 我覺得深度學習 最最吵 最吵的就是千 我覺得最汗就是最四千幾年 我覺得現在比較沒有那麼汗 雖然深度學習 王道維 王道維 你那時候在王道維那邊不是他就在做那個嗎 對啊他就做那個啊 我不知道現在還是在做那個 可是 那個時候比較吵 AI都很吵 那個時候AI流行的是 像影像辨識這種 不是像現在這種深層式的語言模型 他沒有人想到說現在是 現在比較流行的這個 當然裡面還是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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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我分不出來 好 好 我不知道我分不出來 對啊 我意思是說 那主要是用途的問題 可是 那個 王道維那個時候他比較流行 就是 什麼東西要拿來深度學習 嗯 現在也是啊 現在也是 可是我不知道有沒有那個時候那麼汗 因為那個現在比較流行的是 對不對 因為那個OPEN AI出來之後 比較流行那個大大速度去 有點模型 可是 可是 我不知道欸 這個東西就是一直都很汗啊 你說OPEN那個 確實GPC那種 或是那種AI人工會 這樣 這兩年出來的 這經驗出來的 對啊 這個確實是蠻夯的 好 我們來講一個 我以前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欸 就是 你知道 假如 所以這個問題是這樣 假如現在這邊有一隻 有一隻 有一隻蟲 有一隻蟲 等一下 動一下 蛤 那兩隻蟲在那個罐子裡面跳來跳去 蛤 你在講什麼 我是說 銀秀還很喜歡 蛤 這你講的那我還不知道 那 那兩隻跳蟲在那個 兩罐子 他跳過來 跳過來 這就是什麼問題啊 這一個 很有名的那個 痰 痰的模型 骨灰痰 真的喔 痰的模型 真的喔 我不知道你 你等一下再跟我講 好 我忘記講這 那是 O開頭的還是 還是A的 我來查查看 叫什麼 中文叫什麼 英文 應該就 骨灰痰的那個痰吧 彈 我查一下 真的假的 有兩隻狗 然後有那個跳蟲 跳過來 跳過去 OK 酒壇模型喔 這什麼東西 愛因斯斯坦 魔型喔 不是吧 應該不是 我也不太記得是哪一個 不過 明確好應該來講 好那先講 好先講 好 所以這邊有一個Bacteria 所以Bacteria呢 它在 它在一個環境中 對不對 對 還在油嗎 然後它去找食物啊 所以 或是說 它 知道 這邊 知道這個空氣中有沒有危險 假如這邊比較濃 這邊比較淡 對不對 所以它有一個規點 所以這 contentation有個規點 看不到你的畫面 喔喔 喔 抱歉 我根本沒分享是不是 等一下 傻眼 我甚至沒分享 我傻眼 我有 我一直有 我分享 害我還一直講 我還一直講 對 好不重要 這其實不重要 我可以開開心的業 所以呢 現在這個問題是這樣 有一個Bacteria 然後它在 它在 它在油嘛 所以它往前油 好不好 那它 它 它在水裡面油 所以這個水裡面呢 會有 假如這邊 有一個食物好了 所以這邊有附的 那附的它會Diffuse啊 Diffuse 所以這個 這個contentation呢 就會 就會 所以它Diffuse過來啊 所以這個Bacteria 要怎麼知道 要怎麼往食物那邊油 你覺得它要怎麼知道 要怎麼往食物那邊油 就看 看濃度 看附電的濃度 對對對 所以它要detect這個規點嘛 所以呢 它 可是 因為這Diffuse Diffusion是這個 Diffusion是Random Work嘛 它有可能往右邊往左邊啊 對不對 對啊 所以這Bacteria 它有重要的Primid就是 就是 這個 當然它 它身體的長度 是很重要的嘛 等於說它 它能夠偵測 它能夠偵測範圍有多大 所以假設這Bacteria長度是L 所以這L一定很重要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Diffuse Constant嘛 因為Diffuse越厲害的話 因為假如你 你這個Diffuse的濃度 就是 假如這Bacteria超級無敵小 它根本沒有辦法 感受到規點嘛 因為它一定要知道 這邊跟這邊有差 它才知道 喔要往濃度高的地方油啊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今天就在講這個問題 好 所以就是 Noise 欸 喔 Noise 一個 It's not negligible 為什麼說Noise 為什麼說Noise 因為呢你 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考慮說它Baduration 跟那個 的關係 OK 所以我們來看喔 我會把這個書給傳給你 嗯 傳給我 好 嗯 你 你傳一個那個 好 傳一個那個 我再傳給你 對我吧 嗯 你傳一個Link給我啊 然後我把它 upload上去 好 好 算我們就從頭開始講啊 反正 沙子 搞屁啊 為什麼是沙子 這不是沙子啊 是Scent吧 Scent啊 對啊 沙子啊 這沙子就不對了 沒關係啊 算 好 好 我運 哦 傳進去了 好 好 嗯 第四頁 一百二十七 第四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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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 Fatuation and chemical reaction 所以在 在这个 活动 living organism Fatuation and chemical reaction 不是氏子蚁 这个 好 是生物物理 你有需要生物物理 还是你跟朗木杰一起 对啊 跟朗木杰一起说 他说 为了要生存这个 活体必须要有这个 控制这个化学反应 化学反应 化学反应 它是那个 活化的 化的 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 然后 Sermal energy 等于说 我想一下 跟temperature有关 Min square So activation energy 等于说 等于说 等于说这个意思 这个式子的意思是这样啊 你温度越低的时候 我先把我的 我先把我这个 这个伸掉 等于说 你温度越低的时候 它都是小小的 molecular 对 然后它会有它的速度啊 到处乱跑啊 所以你温度越低的时候 它这个V就会越小 我不知道 温度跟速度分布的关系 是怎样 可能是这样吧 你那个 温度在楼下 对啊 温度在分母 对啊 温度在分母啊 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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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ctive 跟温度没关系 可是温度会影响 它 它反应速率 嗯 对啊 这感觉很像那个化学会出现 对啊 你温度越低的话 它反应速度就越慢了 嗯 就这个是Constant啊 这个是Constant 然后这个是 等于说 你 molecular faturation的大小 就是 平均的 mean square amplitude 你懂吗 你懂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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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 我的感 我的感觉啦 是不是有点这样啊 温度越低 就有点像那个 气体动力论 对啊 对啊 嗯 好啦 反正 等于说 你温度越低的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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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越大吗 这个越大 这个整个就越小 对啊 反应速度就慢了 G 我看一下G是什么 嗯 G is strength of faturation 然后假设如果没有 这个世界没有 faturation 会怎样 嗯 嗯 没有 faturation 就会全部死 死掉 蛤 什么意思 没有 faturation 生物体 好 生物体都会死掉 哎这个 Einstein relation 好 有不小的 然后 看起来是那个 懒之万 不然是之类的 没有 无畏能的 懒之万 然后就是 Einstein Einstein relation Einstein relation 这不是 欸对啊 这个是那个随机变数 高斯随机变数 应该满足 他说 他说 Detail calculation 在Appendex 85 我看一下Appendex 85 是什么 嗯 好 Einstein relation 是说你那个 Diffusion constant 是怎么跟 怎么跟你的那个其他 溫度 溫度 溫度还有 对啊 我在想Einstein relation 这个是 就是 有原因吗 他应该不是 他是从随机走路来的 你可以看我跟李伟智 李伟智 李伟智 你跟李伟智了 OK 但是我只讲了四个 然后后来他就 他就说他没空 我就拖到现在 你说你讲四个什么意思 四个证明方式 没有我只讲了四节课 然后 半年前 然后他就说他没空 然后 然后就拖到现在 哦 好 所以还没讲到Einstein 只讲到随机走路一些基本 好 我想 我想跳剧那个A5 讲那个 讲 你跳到512页 他有一个很 我觉得很好的题目 说Appendix 5 对 对对 我很喜欢 我之前有看过 好 好 你知道这个Proven吗 我知道那个KK KK KK relation 那是同一个人吧 Chor 应该应该应该吧 KK relation 就是一个统计力学的 就是一个统计力学的常用 那个响应理论 说不定多题可以讲 他说这个根 他说这个 Elementary course on quantum mechanics usually focus on Schrodinger equation 好 好 which describe amplitude of particle at position x at time t but you can also look at Heisenberg equation of motion 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个算子 每一个算子都是十遍的 所以 所以你可以 就是你可以光看那个算子 你可以得到 系统的一些资讯 那这个时候它就是不变 呃 变的是那个 对 Heisenberg 来说 然后 你可以用Heisenberg 去过 How do thes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quantum mechanics connect Description of burning motion 呀呀呀 所以 这个就是 burning motion 你会得到什么 如果你没有potential 的话你会得到 酷散分析 那有某种potential 的话 那你会得到所谓的 这个 叫什么 叫 叫 叫 Futtercrank equation 对我跟李维子已经到到Futtercrank equation 然后一把那个做一个虚数时间 做一个虚数时间 它就 变得有点小缺 你这样讲过什么懂 把T变成IT 这就是 week rotation 那你把它做了那个Futtercrank equation 就变成修丁格 equation 哇哦 好没关系我们现在不用管那个 对 所以 他既然 电子力学有 薛丁格的方法 有Futtercrank的方法 那 那 不然运动应该也有 两种方法 我不觉得 嗯 嗯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所以我们 你看嘛 这边一个小小区域 Deltax 里面有 有多少PartyC 就是Deltax乘 P XT P是 在这个地方的 那是Probability 对 所以这个 看哦 不想笑 这P的单位我不知道是什么 P的单位应该就是 每一个每一个体积所拥有的粒子的数目 嗯 可是这一文啦 所以刚好是 那个 X层机 对 这个就是 应该就是 是 Barkercrank Egration 呃 这个好像 好像 好像 有人在哪里看过 他 反正他就想要把它弄成 Ablade 然後 这是异为的 到目前为止 应该 他有Potential吧 A260 好 他说你的流量是正比于你的 你的 你的那个 T度 T度 然后你的飘移速率 飘移速率正比 跟 跟 跟那个Potential 他说如果有 Potential 你的飘移速率呢 是 你的飘移速率是正比 嗯 你在讲什么 我说他自261 A261 A261 我先上看啊 好 反正我们 然后 这个 这个是 Diffusion的嘛 260 260 你应该知道 260就是 260好像就是 叫Feed Slow 就是用来定义 Diffusion Constant 对 对 当然那个D是怎么来的 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 你那个 我讲一下 你那个 随机走路嘛 随机走路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你每秒钟走几步 你每秒钟走几步 第二个是你那个 走一步多长 这两个东西 因为他们 那你如果要变成睡醒的话 你 你那个每秒钟走的速度 每秒钟走的步速 要越多越好 然后 然后每秒钟走的距离 要越短越好 就是里面走一步 步缠要越短越好 然后这两个 数字会互相抵消 那他们全部融合在那个 D里面 那个 那个 所以呢 所以呢 2-261的话就是 就是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 F会等于 DVDX 所以 所以 對 然后Gamma Gamma是 Gamma是 Gamma是他定的一个场所 嗯 好 嗯 我想看 啊 Gamma是Gamma Gamma應該是那个 那个那个 你那个 Gamma通常正比 我想一下 等一下 Gamma是一个主力嘛 我这样觉得 外力跟阻力如果一按的話 就會比一個等速度在跑 為什麼 260是沒有任何力的時候 260是沒有任何力的時候 260是有外力的時候 還有阻力的時候 應該要嗎 哦 速度是哦哦我很懂 所以每秒鐘飄出去的會證明 在那一點有的粒子數目 乘以那一點的粒子的那個 velocity 然後 velocity又等於F出一個 所以要把這兩個加起來啊 要把這兩個造成粒子加起來 一個是單純來自於diffusion 另外一個是drift 主力跟外力合起來 嗯 drift就是你即使 即使你如果是平均的話 應該說如果你沒有任何外力 它就它應該會朝四面慢慢走 然後那個drift就會讓它們 穩某一個方向有一個平均的舒服 就是大家都會每秒鐘玩 右邊移一公分 所以最終你的那個dancer體會 會有這兩個因素的決定 你把這兩個加起來 要得到 那我想 剛剛玩的d為什麼會轉kpt 哦 Einstein Relation 哦 Einstein Relation Einstein Relation 在d裡面 對 他是怎麼決定d啊 所以 所以 那個d是什麼 其實 不重要 反正就把兩個加起來 所以 那個 你那個流量是從 你那個 小小方塊 那個delta x 長度為delta x 那個小小區間 它前面會流出去 後面會流出去 所以 你的 你的那個前面會流進來 前面流出去 後面流進來 所以 前面啊 後面的相差 相差是正比 你沒有秒鐘流出去的 在那一個點流出去的東西 所以 所以是 partial p partial t 是正比 這個 partial partial j partial x 所以就把 j的那個 式子帶進去 然後畫點一下 就知道 A262的最後一個式子 然後他又看到一個 Gamma D 是等於KT的這個 Ice Direction 嗯 嗯 至於姑且不論這個怎麼打 反正他只是換個 就是你的擴散數率 會跟溫度有關 好像 他他底下說如果 如果假設是equilibrium 會得到Bossmann Distribution Bossmann Distribution 就是如果假設 假設這個是0的話 把這箱幹掉 所以就是 會不會得到Bossmann Distribution 好像會 嗯 你看這樣 Bossmann Distribution 跟速度有關的Distribution 然後你現在算的就是個 位置有關的Distribution 會不會得到Bossmann Bossmann Bossmann就是從那個 那個 阿瑞尼斯定域 所以 真的假的 蛤 不是啊 你那個如果不是正比於 Ponential Beta Energy 那就不會是Bossmann 所以你推導過程中呢 一定要用到這個 可是這邊沒用啊 這邊沒用到啊 天哪 A262下面那段 他要寫 他說 根據你這個 22 The way of writing the diffusion makes clear Bossmann Distribution 好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他是推導出來 可以啊可以推出來 你看這樣就推出來了 Constant 這個應該用到三的定義 你得出Voltzman Relation 只用到三的定義 就是說三在這一個 過程中是兩定義 如果他是兩定義的話 那根據他的定義的話 他一定會 正比於Ponential Beta Energy 那無論你A26有沒有 有沒有東西 有沒有推導什麼 那我們可以先把他蓋子 A263的解釋 那這邊的話 L的話就L L還沒通你了 然後就長成這個 一個二階的算幅 二階的線性算幅 在目前為止 對P來說是線性 可以把他寫成一個類 類小聽這一顆選 然後你就可以 解出他的 eigenvalues eigenvector A26 然後 哦對 然後這個你 如果把他寫成那個 跟十變有關的 你就可以把他寫成 Exponential 再乘以某一個 不跟時間有關 因為那個Exponential 讓他N 是讓他 讓他那個 所以時間變化 就跟你這樣子出力 Shottinger equation 以後一樣 欸我都 其實我上面這個 我 我上面這個 我這樣倒對嗎 假設這個是0 有沒有啊 他說你想要從那個 他的平衡條件 得出他 他那個energy 對 假設這是0 然後這個 這個東西就幹掉嘛 然後 他是Constant 他是 對啊 他不是就可以倒到這一條 然後 對吧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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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ant 好 好 那這個的話 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說 你可以再 再做一次 那個大方 所以 這個 應該說 假設他在任何一個時間 他總 總例子數目是一樣 所以那個 如果他一開始 在處處是Constant的話 他他應該不會變 等一下我大風吹去看看 大風吹 沒有大風吹整個吹到底下來 這樣子對的嗎 大風吹不是就變這樣嗎 1 over C加KT 喔喔喔喔喔喔 好像是對的 等於DX 這樣對的嗎 C-KT 喔 對 應該是負的 有加一個負號 喔 負號負號負號 好 對阿 類似的 然後這個 這個 應該不能 這麼簡單的氣氛 好 對阿 因為 因為那個 這個東西 這個有X阿 V跟S有關阿 對應該沒辦法 這麼簡單的氣氛 嗯 那你把那個 你把那個解 帶你去看看 你說 賴君合不合 對 M M 沒有這 這樣代進去是合的阿 因為PATCHOV 所以這邊第一項就會 得出PATCHOV V VPR,對阿會是合的阿 對阿 對啊 應該說代進去的就是0啦 對啊 其實我剛剛也是不知道不知道怎麼 你覺得令C等於0好了 蛤 好了 好啊 C等於0 C等於0的話就變成DX除以DV C等於0好像是會對阿 好像就輕鬆解是不是 好吧至少你可以確定 C等於0它無論什麼V肯定都會正確的 C等於0是對的阿 C等於0是對的 如果C不等於0 C等於0 我好像有點感覺Constant 然後 然後 你加一個傳數 那個V還是會跑出來 那就變成一個傳數 這邊DX 這邊把這個幹掉 除以P勒 如果都存儲P一樣有阿 這樣不行阿 喔還是 還是 積分PDB會是Constant 我不知道 我亂講 不然你等一下打P 然後 不是 這邊有個P阿 這邊P這個P要除過去阿 除過去 那就只能按C代 這樣積分有意義阿 喔不知道阿 算一下阿 我覺得要C等於0 C為什麼它是0我也不知道阿 我等一下再查查看 反正這很有名阿 這叫KromerProblem 很有名阿 那我們繼續往後下看 我確定是不是叫這個名字 可是 它至少是一個 擴散的模型 I have said that in looking at solutions of Langevin equation the signature of chemical reaction Langevin 這個4.2很像 偷看一個4.2長這樣 4.2 他說如果你偷看一下 Langevin 你可以選擇 4.2 然後就會像4.2 4.2好像 好像看不出個屁耶 這是什麼 4.2 4.2 那是圖阿 Figa4.2 對阿 可是你沒有 我看在三院以前的地方 那是三院以前的地方 那是三院以前的地方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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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等於說有兩個stay阿 4.2 4.2 4.2 是不是一堆 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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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從 它從 上面跑到下面 這是什麼樣的 我不知道 欸 263是什麼 263它總算寫這樣 Fatial P等於L 它把它 它把它 L就是 Fatial X的意思 L就是這樣 右邊的那一串 是吧 L就是那個啊 右邊的那一串 二屆 是 D Partial Partial X 點點點 喔 你說這個啊 嗯 沒有啦 後面還 後面也要連 這些 這些東西就對了 對這些東西 Dynamics are determined By the item value of the linear 它就 這個 這個 它怎麼知道這是Linear的 因為它沒有Course 它是Linear 就是你把P變成P1加P2 它可以分開 成Linear 所以它把這個P用這個 東西展開 嗯 對阿 這個跟你Course 那個Equation一樣 因為你如果你要加入 時間演化的話 你可以把它拆成一個 跟時間有 時間有關 那跟你Course 定格Equation是一樣 只是沒有R 然後 下面那個就是你那個 IgonValue 就類似於 定態 應該有 條件 這是不是只有 這是不是只有 化學教養 會把這叫 Course 我不知道 好 好 我只有在一本同學裡學 看到這 這好像 這好像 挺物理的 我不知道 這好像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後面那個 幹嘛 反正有點複雜 我知道 反正那個命名的問題 反正這個就是 隨機走路 會有 好 這個 好那我們先跳回去 我其實原本不是要講這個 我已經忘記 我 我原本要講那個是 你不要講那個細菌 對啊 我是要講那個細菌 當然有 細菌 細菌 那個很漂亮啊 我現在不知道它在哪一頁 等我一下 我去找一下 好 等我去找一下 在書上哪一頁 那個很漂亮 在哪一頁 在哪一頁 都不是這個 有一個小小的 這個一定要講的 找到了 就是 Mobility Motility And Chemotasis 你知道 Chemotasis是什麼意思嗎 不知道 畫畫 什麼 就是 我猜猜猜看 K Motasis Chemo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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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是說 他說 他可能附近有什麼化學物理材 他就很想過去 不會很討厭 對 所以你看啊 他說 如果我們 拿去祠塘裡面拿一滴水 Under the magnified glass Lang Under a microscope We see all sort of living things Moving around 看到一樣的東西又來有趣 Some are really quite large complex organisms Satchel lava 等等等等 那他到底怎麼游的 他說雖然呢 這個Motion看起來呢 是有一點點Random 但是他 他們還是需要 有一個方向 不然你整天一直亂游 就 吃著 就餓死 對不對 真的會餓死 OK 所以 這個問題 哇這其實很精彩 好這我弄 慢慢看 我們就慢慢看 這其實很精彩 很精彩 好 所以 They are endowed with sensor Sensor resistance 等於說他有一個 那個 偵測器吧 然後 當然就是包括光啊 熱啊 然後還有 一大堆 concentration 我剛剛 我剛剛講的意思是concentration of various chemicals 然後一個很經典的observation classical observation is that some bacteria swimming in water on microscope slide under coverslip will collect at center of coverslip 所以有些人會喜歡在center 有些人會喜歡在edge add edge and edge cos with small refine test 有些喜歡 有些喜歡 有些喜歡濃度高 對對對 就是因為 氧氣會從那個 邊緣弄進來 所以有些人喜歡濃度高 也就喜歡濃度低 可能他沒封好啊 如果封好就不會這樣 去到處理的 through the edges of the carbonate and by the collecting along as well the bacteria have a migrated bass of constant oxygen 好 可能最大或最小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圖好了 你看他 他說呢 這個1960年 大腸感菌 沒辦法代謝 一些糖 或者氨氣酸 就不 永遠不會 永遠不會 遷移到那個 這些 有有糖 或者氨氣酸 好 所以 所以就是 那我現在就來講 所以我們 這非常重要啦 所以這個問題就還蠻重要 所以 我們 有興趣的是 就是 How sensitivity 他可以 response to small 你看到 158頁 你應該可以看 他到底 有多麼的 sensitivity sensitively the bacteria can response to small concentration gradient 158頁 對 就是 中間 中間那一段 多麼敏感 這個 細胞 對小小的 濃度 低度 嗯 我們 猜測說 因為 individual molecular motion 是 屬機的 一定有一個極限 類比於 之前的那個 Noise 在那個 Coupling Folder 我們有一個感測器 然後它的長度是A 然後 它就可以填到A3的體積 就是 嗯 正比於A3的分子 對 所以 這個是這樣 就是你看這個圖 它有很多 很多 小小的分子 然後 每個小小分子都會做 Bony motion 對不對 然後你的偵測器呢 大小是A 偵測器大小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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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以呢 你在你的偵測器裡面有多少個分子 mean molecule 有多少個 就是 concentration 成為A的三次方嗎 對不對 sensor with dimension A 那 所以 然後 such 然後你要measure however associate with noise 那Noise呢 dota N1 你每次偵測 偵測的時候 假設是這個 process process 你知道process 所以你知道process 就是一個 你那個常態分部 如果你在紀律 非常小 就是非常罕見的事件 它那個 它那個漸漸的地方 會偏向你 然後這個時候 你可以用一個 E加 E加大約 就是one over E加X square 類似這種東西 類似這種東西 誒 不然我查一下 不然我查一下 process process 的定義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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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ss好像很難拚 process process 好 是那個 exponential 複爛的 可以處理可以進 但是這個是 這個是 爬送體育 我不確定應該是不是 跟發送 發送 應該是一樣的吧 爬送發送 也是跟爬送體育 應該是一樣的 可能吧 我猜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 嗯 就是那個 如果有一個 有一個隨機過程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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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滿足 發送 發送 那個 那個 Distribution的機率的話 那它就是 發送 process 這樣 在那個 回幾百科有 對 對 講一次 嗯 就是說 如果你那個 隨機過程的機率呢 是 是跟那個 是跟那個 跟那個 爬送 爬送 對 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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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 那我們一般 做實驗這個是 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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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項是分佈其中一個局勢非常多 那個玩左和玩右的其中一個傢伙 機率特別大 那就 就是 知道聽不太懂 喔我不太知道 反正 但是 你知道他為什麼現在他DotaN會正比於Square 就是 正比於這個東東嗎 就是 這個是那個Variation吧 是不是 好 Variation 裡面是直 所以他Variation會等於 Square Square Rue N 他應該是 你測量到的跟你實際 實際真正的 他差的是正比Square Rue N 所以誤差DotaC 然後你濃度是多少 所以就是誤差的比率 你懂我意思嗎 你要數裡面有幾顆小栗子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對 假設你這次數是100顆 下次是101 再次數是99 所以你就會算出一個標準差 好 好 就整個過程 我不要想 對 就Dota DotaC 真正的C的比值 會等於 對 跟平均值 這是底下的平均值 跟真正的N的比值 對 然後 因為DotaN是Prosion Process 所以這個就是 所以這個就是 根號N 懂嗎 所以就變成 根號N分之一 然後 N呢 就是CA3次方 懂嗎 嗯 你懂我意思嗎 我不知道 你懂我意思 你懂我意思 我知道 可是 可是你就只能說 如果是ProsionProsion 就會這樣 對 對 但現在 現在重點是這樣 現在重點是這樣 好 我們 我們現在先 所以我們就是 量一次的嘛 對不對 就是量一次 但是我們要 就是你要仔細想 就是 你看這句話 We won't get a better estimate of the concentration by counting the same molecular over and over again 所以我們要 我們 就是我們在量這個 就是細菌他在量這個時候 他要有一個 average over time 等於說你要夠亂啊 就是你要那個時間 就是你要 你要 你要做很多次測量嘛 所以你要是 independent ment 不過我們想要知道說 在一段時間之後 它的average是什麼 我們可以讓K 是獨立 獨立的測量 然後K 可以證明 average of tow c tow c tow c是 我們看 have to wait as we show 去卷 每一個 tow c tow c的意思 的物理意義就是這樣 就是 你等多久之後 它會足夠亂啊 足夠亂 足夠亂 就是你原本 你原本的那個molecular 原本的裡面的molecular 它會跑 它有機會跑出去 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測太久的話 它就跟原本不一樣 你要測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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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太久沒關係 測太久沒關係 是測你測太快有關係 所以你 測太快 你測太快的話 你就會測到同一批啊 所以就不是independent 就是messurement 所以這個tow 你現在想測的是 它的每一個點的分子力度 不是不是 你現在有一個小區域嗎 你想測有幾個分子在那個小區域 對有幾個小分子在這個區域 你要讓它diffuse啊 你要讓它diffuse一陣子之後再重新測 你這樣才是independent 對啊 所以這個timescale是什麼 time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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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diffuse concept有關嗎 然後會跟這個sensor 跟這個重新 再讓那個if 重新整理的那個時間 對對對 所以這個就是重新整理的時間 所以會等於a平方 divided by d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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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你 所以你 你真正在做的時候 你的這個前面 會等於 我想一下 我不知道它為什麼要開根號 它為什麼開根號 它為什麼開根號 我好像 我想一下 它為什麼要開根號 這裡啊 你說跟他有Cavin 4-6-1 嗯 對對對 跟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反正 反正K 所以 這個K就是 有 就是你要量幾次的意思 你知道嗎 K是指說你量幾次 兩幾次 對還要重新整理幾次 然後你現在是段時間之內 對 對對對 所以說 TOW Average 要除以 TOW C啊 Creatoristic Time 因為你如果低於這 Creatoristic Time 你的這個就K 這就不是Independent Mention 就不好 然後 然後他K會在樓下的原因 噢 我忘了知道了 下標 下標 1 1 4-60 就是只量一次 只量第一次的時候 是嗎 對 我忘了知道 我忘了知道為什麼 就是 所以說 這個 DOTA C 除以C 會等於 根號N 我想看 DOTA N 對 DOTA N 對不對 就是TOTAL NUMBER 所以就是根號N 對不對 然後這個呢 可以把它寫成 就是你 因為你量了很多次 N 量了很多次的話 我想想看 為什麼他在樓下 我想想看 為什麼他在樓下 我想想看 我先不要理他 我先不要理他 我先自己想 我自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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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不要管他 我先不要管他 噢 這是來自於那個 標準差的公式 你一次的標準差 一次的標準差 跟很多次 重複幾個CUP的標準差 他關係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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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你說 DOTA C 會等於 就是你量越多次 它會越來越準 你有兩倍 那你會先把它 兩倍 那你加 你是先全部平凡 然後 然後再開通號碼 嗯 然後再開通號碼 嗯 嗯 所以 這樣想 對 所以 這個東西呢 所以這個東西就這樣弄上來 然後 帶入啊 爆檢一下 然後 其中一個可以帶掉 欸 所以 所以 TAUC可以帶掉 到TAUC會整理這個 TAUC會整理這個 對 所以 TAUC就是 它完全擴散出去 所需要的時間 對 對對對 所以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個 這個公司 那裡面有D嗎 D就是 擴散 所以 所以你就想 所以這個是 有點是Sensitivity吧 就是你 這個越大的話 就越Sensitivity 所以你就想 D D如果 我想一下 這是Error的意思嗎 所以是 對對對 所以這個東西 我想一下 這個越小代表越準啊 對不對 就是多準的意思 幾%的準度 如果是 如果這個很大的話 代表就很不準了 TAUC會很大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套Average 你看 如果你 你Average越久 就等於說 你量一次等越久的話 就越準 所以 就不會那麼多的誤差 誤差就越少 然後濃度越高也是 濃度越高 嗯 然後 然後 Sensor越大 一些 還有Diffuse Diffuse Diffuse越快 喔對 那個 探針當然 越小越好 然後 然後 沒有 探針是越大 跳針是越大越好 探針越大越好 就是你可以有比較多的 因為你那個 分子數目會比較多 對啊 好等一下 我們看一下 This is a lovely result 好 好 the limit to the accurate measurements of the absolute concentration size of the detector 你更大地在更多的Agros of the time of which weaving to average 對啊對啊 這次詮釋一下 他說一個方法去理解這個結果 如果 在這個 精確的極限 要想這個Rate 這個分子找到他們的目標的速率 如果分子 它濃度C 用一個D 去擴散 那麼 到達那個目標 size A 應該要正 C跟D 而且 有 微度分析 我們可以有 可以知道說 我們還是要 還需要一個長度的音質 這個結果 是我們經常在談 這個擴散限制 限制速率 常速 對化學反應 所以 他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怎麼去得出那個 APP K-PASS 所以這個 K-PASS 是不是跟那個圖 很像 有什麼 跟什麼圖 剛才那個 有兩個 Stat的那個圖 就看到什麼K-PASS 太遠了 4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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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用到K-PASS K-PASS 對 你現在是做一個化學反應 然後K-PASS 就是 跑過去 然後K-PASS 跑回來的 常速 這個的話 就跟你在 反應動一輪 那時候是 常速很像 所以 我現在是 一般六十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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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說 居數 Architect which lead in this view, is nothing but shunt noise in molecular arrive. Photons propagate and molecular diffuse, but under moose condition they both arrive at random, hence there's shunt noise in counting. 我心裡不太知道是什麼 這跟一般 noise 是不是嗎 短暫的 短暫的 造造一個 是嗎 possum noise possum process 好吧 好吧 我 我不知道 我下次再看一看再講 我就想到這裡 這個Limit他也是 B.E.R.G 好 網桌我們要不要一起看個 之前那個論文 我們一起來看 你不懂的我們兩個都不懂的 我們討論一下 謝謝 謝謝